好啦,你還沒下班,嚇死我了,真幸運 我馬上下班,什麼事啊?是不是要來領免費的麵片? 麵片已經發完了,下次吧,好不好? 不是不是不是,老莊,不是不是不是 我來交那個免費體驗表而已 大妹,我都快瘋了,真的 我吹了多少遍了,不到最後一刻,你是絕對不會來教的 而且要教完,可是在我下班的時候,你真是 不要急,不要急,老莊 不是我遲交,一天都是那個朱莉雅 他就說,他們單位那份體驗表出來了,就放在王妃那裡 要我去王妃家幫她拿,那我才遲 這陣子是我的,我幫她拿一份 朱莉雅,你這個乖乖那麼低動 朱莉雅,你比我小幾歲 嘿,你這樣啊,你看不看人家的隱私也好 我跟你說,我這是臭小看到的 在她生日的時候,9月25日 我到時候給她一個驚喜,不是蠻好的 人家生日關你什麼事,你又想去騷擾人家 我到時候給她準備一個她喜歡的小禮物 對了,你說她閨蜜,肯定知道她喜歡什麼 告訴我,她到底喜歡什麼,我給她準備一下 是不是,我表現一下 上次去新疆還沒衰夠嗎 一場街坊,我不怕老實跟你說 朱莉雅呢,是對你沒意思的,你死一條心 阿妹,你能不能不這麼死心啊 你這個腦袋,我跟你說真是瓦塌了 她對我有沒有意思,這個和我一毛錢的關係都沒有 因為她對我沒意思,我對她有意思啊 我告訴你,其他的女孩對我也沒什麼意思 我好不容易有一個喜歡她 我就玩命地追求她 只要她還是單身,我就絕對不會放棄了 哎呀,老作,又看不出啊 你真是一個挺詳情的人 痴情嘛,告訴你 好吧,見你這麼詳情,幫你一次 真的嗎 嗯,走走走 我跟你說,朱莉雅表現上就是一個女腔 好像很硬往似的吧 事實上,她內心很柔軟的 好像一個小女孩一樣 她喜歡那些什麼豪公仔啊 小動物啊,那些東西 水餓通了 怎麼做,就看你了 老作,這麼巧的 朱莉雅,我就知道了 這是你的下班必經之路 我特意在這裡等你 等我? 嗯 有什麼事啊 登登登登 我聽說你的生日快到了 我呢,今天上街啊 我特意買了一個小禮物送給你 祝你生日快樂 這麼客氣啊 大家看看,喜不喜歡,好吧 好 適合三歲以下,嬰兒使用 好 你自己看 暴力紅 怎麼樣 你怎麼知道我喜歡公仔的 你真的喜歡 我這個公仔可是不得了 這個公仔呢,好多人在排隊買 都是那種少男少女啊 還有情侶 一買呢,就是兩個,一對一對的 對了,你看 這是一個啊 一個 我也買了一個 這是你的,這是男的 天生一對嘛 天生一對 是啊 對了,我姓喜呢 原來我家呢 就一早已經有一隻 跟我一模一樣了 你…你還是留飯送給第二個 謝謝 我姓喜呢,我現在要回家煮飯了 我們下次再聊 誰呢 喂… 現在這個店還沒有吃飯啊 是啊 我呢,請你吃飯 不要了…我今天想吃素麵 想吃麵是吧 上下酒有一家日本的拉麵館 特別好吃 我不喜歡吃日本麵的 我喜歡吃即食麵 你約第二個呢 我先走了 唉,蘇莉啊 我想問你 你就是情願回家去泡那個素食麵 也不願意給我吃頓飯對吧 我就… 不會,怎麼會呢 你誤會了 蘇莉啊 我跟你這麼說 其實呢 我今天也沒有別的意思 即使我們成為不了夫妻 成為不了情侶 我們作為一個普通朋友 我送一件禮物 請你吃頓飯 這又怎麼了呢 你像躲瘟一樣的躲我 難道我就那麼被人討厭嗎 沒有… 真的沒有 我覺得你很優秀 是一個好人 我也很想跟你交朋友 但是呢 如果你交朋友 以結婚為目的的話 那就不行了 因為呢 我是一個獨身主義者 我沒想過結婚的 我其實是不想浪費你時間 我先走了 獨身主義者 那真是挺棘手啊 獨身主義 她養領身材精 還要拿著鐵飯門 很浪費 是嗎 你爺爺沒辦法了吧 所以說你呢 以我的經驗告訴我呢 好像朱利亞去到這個年紀的女人呢 十個啊 有九個半都恨嫁的 只不過那張嘴呢 她有死不肯認的 其實以為自己很厲害 哎呀 外人看她就猛性性了 這些人一定是缺乏危機感的 現在朱利亞見了我跟見了鬼似的 都躲著跑 我怎麼去給她制造危機感呢 再說了 我和朱利亞我們兩個 都存在一個共同的問題 那就是時間不等人 你知道嗎 你說得對啦 時間就是最大的敵人 要你放心吧 餵人啊餵刀底 送佛啊送刀西 我一定會幫你的 哎呀 真可憐 那個兇手真是沒有人性啊 哎呀 她不死啊 都平不住民憤啊 小奶奶 有什麼新聞這麼激動啊 報紙說 有一個呢 很漂亮的單身女仔呢 在一個出租屋裡睡覺 被人入屋打劫啊 哇 她七幾沒有人性啊 搶錢就算了 還一都捅死了她 哇 救都救不回啊 哎呀 所以我說呢 租屋呢 就一定不要選那些便宜的房子 要租啊 一定要找那些 防盜系統要好 還有那些 保安一定要訓練有數 要不然一個人 怎麼睡得著呢 哎呀 系統是死的 人是生的 再完善的系統 都要有漏洞 老虎都要瞎眼睡 再加上保安 人來的嘛 不是鐵人來的 我們可以喊的嘛 有死上來大聲喊 有隔離輪舍的嘛 所以說你 半夜三更怎麼喊啊 聽到也扮聽不到 難道那些街坊出來救你了 他自己都害怕 怕那些賊有武器的嘛 是啊 所以說 這家裡每個男人是真不行 我跟你說 現在那些賊作案 他可靜著呢 都提前拆點的 這誰家有人沒人 有錢沒錢 比你都清楚 真的呀 像你這樣 人又長得漂亮 又一個人住 唉 你呀 最糟糕了 那怎麼辦 那沒理由呢 為了這件事 隨便找一個人合租 是吧 嘿 合租當然不好 好啦 算我說呢 最好找一個人 正正經經的結婚 最好了 是吧 即是有個男人在這裡 差很遠的 不要說什麼防火防盜 是吧 捉老鼠 打蟑螂 不知道多好啊 是吧 布殊東 大姐 啊 救命啊老婆 唉呀 桂圓來的 你什麼人來的 我用手指瞭瞭你 你嚇成這樣 你什麼事啊 肥仔 我撈了一部手機 手機 唉呀 唉呀 三人不生膽 都不知道是不是男人 你這個肥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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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媽沒有教你了嗎 每次一門成幾天 人在後面兩天 人在人無約醫 你這個肥仔 不要教你 說小句了 來來來 翠鴻 你看到了嗎 都不是每個男人 心口坐著個勇字 如果我找到一個 好像 即是沒什麼膽的男人 隨時有死上來過先 想想想 那一下呢 都是自己的恩好點 免得被人拖後腿 不是的 是 先走了 謝謝 不是的 去去去 哎呀 哎呀 你兩個人能再小點嗎 你是男人嗎 這麼好的人 你去講話了 不關我事的 他這個肥仔 搞我了 哎呀 總之人有失心 有失體 我幫你想個 另一條橋 你也是 這位姐姐 我們認識嗎 我們是不認識的 但我看你氣息不太好 想贈你幾句 哦 看相的 哦 不是 其實呢 我是醫生來的 我是女子醫院的 副科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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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小姐 算我唐特地問你 你是不是再單身的 媽媽那個樣子 單身得那麼厲害嗎 這樣也看得出來 看你紅聯星暗鬥 桃花遲遲未開 一看就知道你還是代智歸宗 小姐你今年多大啊 我今年呢 其實呢 我熟養的 算我多口說句 女人到了你這樣的年紀 還不可以結婚小孩子 好意耐分泌失調 你真是哪找你一個臨時演員 我怎麼看得不像醫生 越來越像個神婆呢 哎呀 這專業醫生很難找的 這個人呢 他幫人做占卜 啊 算了 沒什麼樣子 喂 人家啊 收雞稅那麼多 幫你做長大龍鳳也撿到了 多虧 正常呢 就表現為皮膚鬆弛 氣息暗淡 激素分泌敏烈 嚴重一點的話 就會各項功能衰退 例如 子宮肌瘤 我們醫生看症呢 就立肛見影 不信 我問你幾個問題 你就知道我有沒有騙你了 這位劉醫生是嗎 我聽到你剛才這樣說 那我這位朋友豈不是很牙煙 要不要約那個時間去你們那裡做一個全面檢查 這個不用 不過我剛才說過了 中醫講求的是陰陽條 快點去找個男人結婚生子 那就沒事了 那你那間究竟是醫院呢 還是分界所呢 如果這樣搞的話 這間醫院會不會很快就倒閉 哎呀 莉娅 不要說我不提醒你了 現在這樣的分界所呢 經常找人扮鬼扮馬 扮假扮醫生 專門走來嚇咒那些未婚青年 嚇到他們有得震就沒得睡 趕快去光顧他 搞來搞去不知是賺女人錢 你不要含血噴人 我沒有靠客 又是你剛才說的 女人如果不結婚生子 就只有那樣病 這樣病 不好意思 我四十多歲才結婚 從來未生過兒子 我上個月才去做體驗 我的指標各項都不知多正常 我警告你 如果你夠膽再在那裡扮鬼扮馬 恐嚇一些食客 我立即報警抓你 我免得理你 來來來 這樣人家跑了嗎 他夠膽不走嗎 莉娅 你出國這麼多年 別說我不提醒你了 現在的社會很複雜 是啊 一個這樣的三寶人 問你什麼 你就回答什麼 好意上當的位 真是人算不如天算 怎麼都猜不到 這個千年老僵師 唐小姐反彈 彈出來 炒我這件事 這運真是公虧一貴 夏老闆 我終於說明白了 你這是在耍我 是吧 哎呀 哪裡是 你明想想 你看那個朱莉娅 簡直是人中極品 女中奇葩 是吧 天不怕地不怕 好難搞的 容易搞 我自己捲起袖子 我就自己上了 我還找你幹什麼 你不是跟我吹嗎 我見過的女人 沒有意外也有八千 你現在怎麼了 也沒責了是吧 想著啊 哎 有啦 鬼 鬼啊 我跟你說 不但她怕我也怕 我怎麼能去給人家抓個鬼 讓朱莉娅去看看 不是這個意思 你不懂捉我都不懂捉 但我想假裝 我們一於你 切個個 裝鬼一下她 等她最害怕的時候 你就這個時候出現 來一招 英雄救美 哇 在她最絕望 最恐慌 最害怕的時候 一個強而有力的鼻瘟 就伸在她的旁邊 保護她 在這個時候 你在她眼裡 就是英雄 哈哈 啊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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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娘 不要害怕 有我在此 保護你 何況有你 天靈靈地靈靈 何況有你 快顯靈 死心吹啊 你看你老婆 和我男人走到那邊 你怎麼了 什麼啊 娛娜 娜 我原真的嘛 你以為什麼 你以為啊 我跟你說真是害笑 我服了你了 你成事不足 拜事有餘 我都不想的 我包得這麼困難 我怎麼知道她認得到我 糟了 你整身香水味出賣了你 我整天去你那裡洗頭 我總會認不到你這股脫 有沒有人做鬼做到你這麼知整 上身香噴噴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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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問阿貴 這條這樣的事是你想出來的 你們兩個更會幼稚一點 哦 沒有 最近呢 天時暑慶無聊 好啊 那就打算玩玩玩遊戲 大家開心一下 分離一下 都不好玩的 誰認真誰輸了 上水了 朱莉啊 朱莉啊 你聽我說 阿祖 我再很認真地跟你說一次 我是單身主義者 是不會結婚的 就算有一天我想結婚 都不會跟你這種這麼幼稚的男人結婚 你聽了沒有她說我 說我幼稚 哎呀 好不容易有一點希望的小火苗 還是被她給 徹底的掐滅了 看來我是一點希望都沒有了 完了完了 徹底完了 哎呀 送熱完又熱的還沒回來 真的 嘿 回來了 這麼晚啊 今晚又夾班了 當然不是啦 姐姐你知不知道 我剛才差點被那兩個無聊鬼嚇死 哎呀 當然又是那些狂風浪蝶 當然不是啦 什麼 姐姐我想問問你 怎樣 現在的男人是不是個個都這麼無聊 一天到刻又玩了這些無聊東西 他們不知道越是這樣 那些女人越看不起他們嗎 聽你說得好像很討厭男人 其實你真的很需要一個男朋友 又來了又來了 為什麼呢 你想想 現在之所以有這麼多狂風浪蝶 圍著你轉轉 就是因為你沒有一個正式的男朋友 如果你有一個正式的男朋友 那些狂風浪蝶自然就死心了 就算不死心的那些 他強行死前難打 但你也要有個男人出來保護你 唉呀 那倒是呀 姐姐你知不知道 我年年過生日 那天呢 見到人家又有男朋友 石 又有花修 嗯 其實都挺羨慕的 嗯 我在外面讀書讀了這麼多年 然後回來廣州做事這麼多年 嗯 連連生日都是一個人過的 唉呀 真可憐 你知道多孤零零人嗎 是 有時呢 就站上來就想 立刻找個男人家族 不 不就是這樣 男人這件事呢 有有法 沒有有法 不要急 隨緣 你的意思呢 就想我們幫朱莉雅 搞個生日派對 嗯 沒錯 你也知道了 朱莉雅一個人住在我們昌盛街 她又沒有人沒有物 我問過她 之前十年了 生日都一個人過 真是陰哥 這麼慘 老婆 說起來朱莉雅和我們 既是同事 現在街坊 嗯 我想和她過生日 應該都挺正常 挺適合談 對 我發得很好 就這樣說 老公 你負責約人 我負責買禮物 你負責買食物 飲料 好 沒問題 好 黃飛 我不想預先給朱莉雅知道 我想給她一個驚喜 驚喜 老公 老公 不用你答 又來了 不要了 再喝就餵了 不能喝 這個人好像有心事 什麼 鬼嗎 自從朱莉雅宣佈要獨身主義之後 這傢伙 這傢伙 整個爛泥 每天買醉 哈哈 老作 老作 其實我真的很佩服你 一般的男人 對著一個 比自己條件好好的女人 是不敢去追 對嗎 對 老作不同 雖然知道自己條件很差 他跟朱莉雅說 一個天一個地 但他依然一點都不怕 一天死追死追死追 我真的很佩服你的勇氣 老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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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擔心自己 就是了 你知道什麼 我跟你說 情依所終 不能所以 情依所終 身不由己 問世間情為何 老作 雖然我也很想做你生意 但見到你這麼慘 應該是你了 朱莉雅最近好像有點心動 想嫁人 想嫁人 老作 話說回來 你說我們騙你 那就確實 我們確認不到朱莉雅的心情 但是我們準備幫她辦生日會 到時你當場問她 那就知道真假了 不錯 真的假的 我都不知道該怎麼感謝你們 你們就是我 在生的父母啊 真的 朱莉雅 我都不知道該怎麼感謝你們 你們就是我在生的父母啊 朱莉雅 我有時覺得你真的很可憐 為什麼你連生日都一個一個? 你不覺得孤獨嗎? 覺得 但沒辦法 都遇不到喜歡的人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JULIA HAPPY BIRTHDAY TO YOU 祝我們的嬰嬰處長 年年有今日 早點穿婚紗 生日快樂 生日快樂 朱莉亞 來,吃蠟燭,吃個魚 吃蠟燭 吃蠟燭 喜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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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太陽的咖啞 太陽的咖啞 老朱快樂 老朱啊 我交給你好吧 啊? 你沒你嗎? 我我我我 我要娶你回家 我 交給我爸 這兩個人太突然了吧 我給你怎麼辦啊 你給爸這個死眼頭 給掛,掛一掛 好慌啊 好慌啊 我拿什麼秀貴啊 這個老公送給你 情人節,你先借給我一下 你先借給我一下 你先借給我一下 蘇莉亞 你願意嫁給我嗎 願意願意 願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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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宣布 我明天就結婚 好 好 未婚夫奉上 叫我出來,該不會是回婚吧 什麼情況啊 一個密碼兩口子 還沒人掌握一半 夫妻知道 一個字 哄 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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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